好 市聰怎麼觀察 我覺得其實他昨天的反應來說的話 跟一般的時候是蠻像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你看了三場證件 會你就知道說他其實 講證件他講不出個什麼東西 所以他真的 尤其是這三個辯論的時候 他只能夠弄出他的絕招 他的絕招有兩大招 一個就是罵人 另外就是耍寶 耍寶在博恩夜夜秀可以這樣 昨天不能夠耍 所以他就直接跟你罵到底 我覺得是他能夠做的這個政策 你看上個禮拜五的那個證件發表 他講那個3%3% 就已經被笑了 他講任何證件 很多錯誤百出 那不如這樣 那我就不要講證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任何證件 其實他沒講什麼證件 他就一路上去 這樣一直在罵一直在罵 那我覺得其實他罵的話 我覺得也是認為說 他其實是要 吹出藍軍的這個投票率 那至於說 有多少藍軍會投給他 我覺得你可以看到這幾天 很多他的這個 藍軍系統的一些重要的人 他們最後還不是說 要投給這個韓國瑜 還不是說他講得很好 對不對 你看馬英九 馬英九也是個很典型的藍軍 對不對 人家問到他的時候 人家說說你很軟的時候 他自己不回應 他說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回應 結果他只敢用這個發言系統 發了一個這個聲明稿這樣出來 他嘴巴不敢這樣講 你就知道說其實 他是一路壓著這些藍軍 他覺得他們一定會投給他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就放膽 那我覺得他的講法其實也很簡單 他其實在昨天裡面來說 他是用很多都用二分法的方式去切割選民 譬如說他一開始問 有神無神 有神無神是什麼意思 他說我是有神的 你們是無神的 他用切割的方式 切割出來 另外一個 他說三英五是貪汙的 我是沒貪汙的 他用這樣又切割出一片 就是有貪汙跟沒貪汙 再來就是什麼 討厭媒體跟喜歡媒體 又把它切割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庶民跟精英 他罵台大法律系 就是說那些都是精英 我是庶民 這樣子一個分榜 對 階級都出現 他其實一直在切割 那某些題目呢 會有些人會被中 會被中的時候會不會投給他不知道 但是他只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去不斷的不斷的 劃分敵我的方式 一直這樣這樣劃 共產黨的鬥爭方法 沒錯 他其實講法裡面 很多都是類似這樣的講法 所以他就一直不斷的這樣子 像切蛋糕一直這樣劃分 但是台大法律跟台大精英 如果被罵 還這個心甘情願投給他 也是活該自己悲哀 軟 我覺得 果然軟 我覺得 馬英九應該不會投給他 非常有私德高爾摩 一個男人被說軟 你覺得他想投下去嗎 我覺得那些人 我該被壓著打 你被說軟 你被說軟 今天很多人在 踩這個馬英九最新的 我是鐵真正的漢子 有餘想 大家就鐵馬英九 意有所知 對啊 我覺得套一句 韓國瑜自己講話 知識分子的良心被狗吃了 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會挺到底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那些藍軍可能會一直挺他 不是喔 如果台大精英這樣子被罵 海頭 不是知識分子良心 是理性 就是說知識分子 有些時候 你所有的知識訓練 尤其是現代知識訓練 很大部分是科學跟邏輯 對 然後科學跟邏輯 增加你的判斷力 可是人類對未來很難精準預測 可是人類為什麼學了很多 過去的知識 過去的歷史 過去的經驗 因為過去的經驗 歷史知識 幫助我們判斷未來可能的發向 以及幫助我們趨吉避凶 算命師是拿生成八字算你的這一個生成八字 趨吉避凶 可是科學跟知識的訓練 幫助我們去判斷事物 而那個判斷是理性 如果是感性的話 那就這些這個生藍 反正被綠的壓著打三年了 直接藍的就投下去 閉著眼睛都投藍 閉著眼睛藍投藍 閉著眼睛綠投綠 那個叫做感情 藍綠本人就不一樣 他的本質結構不一樣 核心族群不一樣 但是台大精英 每天被當狗罵 痛罵 公開羞辱 然後還認 然後還投 他到底是理性還是感情 我覺得現在的情形 就是你只要仔細看 去年的韓國瑜 在最後這個辯論的會場 其實他是開開心心的 他當時喊的叫做愛與包容 就陳其邁那場 對 他現在完全不是 他現在完全不是這樣 你從這樣的動作 現在是恨女吹票 你從這樣的動作 你也知道說他自己 最近五缺嘛 你也知道說他的民調怎樣 他其實自己內心知道了 非常非常清楚 如果是領先的 他不會是這樣的做法 他一定回到去年 愛與包容這樣子 他現在沒有加分沒有愛啦 對啊 沒錯 他現在是整個幾乎是 靠去創邀哥講 家庭師了 對 現在只是一個家喔 分在地球好幾端 有南半球 有北半球 有台灣 那我覺得其實他公媒體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因為接下來 還有兩個禮拜的禮拜三嘛 這有時候搞不好 會爆出什麼東西不知道 所以我先抹黑你啊 反正你講的就是 你就是沒有良心的這個媒體嘛 這個叫打預防針 對 先打預防針 萬一真的出了什麼東西的話 他好做一個防禦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昨天 你要說他是臨時起義 我覺得他可能是 有要這樣反應 但是是不是因為 聽到那幾個字 讓他反應加重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